选拦额新骨毛周一席补选 敲响战鼓后候选人的学历 意外成为焦点 还掀起各党的口水战 不过当地选情就似乎还未真正的热起来 为了唤醒选民的关注以及提振选情 团结阵营决定在这个星期五 举办一场大型政治讲座 到时火箭各大领袖将现身助阵 包括行动党秘書长 Lu Zhaofu 也是交通部部长的陆赵福 今天在新骨毛协助火箭候选人 彭小涛拉票时表示 他聆听到当地人的心声 希望能增加新骨毛的巴士服务 以便可以衔接前往新骨毛铁轨火车站 直达巴生河流域或西隆坡地区 陆赵福表示作为内阁成员和人民代表 他将持续关注这些问题 并承诺努力改善当地的交通系统 位置